小伟29岁来自安徽设计师 女嘉宾小霞24岁来自四川教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你要来的吧 是我要来的 我要和他分手 分手 因为他跟我说 他要回老家相亲去 我和他在一起两年时间了 我真的受够了 我真的觉得太累了 这两年和他在一起 我也付出了很多 宠也宠够了 爱也爱够了 我想让大家来帮我评评你吧 还有一口气呢 你看 回家相亲的 可我那不是真的想回家相亲 主要是 我觉得他是越来越不爱我了 我主要是趁这个想气气他 让他哄哄我 是刺激他的 不是真相亲 是的 没想到刺激出事了是吧 就是 还有之前的原因就是 我有一次外出出差 晚上回来都11点了 我就想给他打电话 让他来接我吧 是这意思吧 当时是这样子的 他离地铁站也就两站的距离 我过去接他呢 大概有七八站的样子 而且那天的话我也正在加班 地铁几点停运 你不知道吗 可是以前我去哪里都是你接我啊 我都打电话和你说了呀 那天我走不开 对不对 站加着班呢 你就两站地 你自己坐个地铁回去不行吗 你就是不爱我了 那那天晚上我半夜微头呢 当你给我送喂药 结果呢 我等了好长时间你猜到我楼下 你啥意思啊 你给我打电话说你胃疼 我立马从被窝里面爬起来 我连鞋都没穿 冲到楼下去 我们家楼下那个药店已经关门了 没办法 我只好去那个对面隔壁那条街 好不容易找到药店 给你买到药 然后我给你送过去 中间耽误了一点时间嘛 来回可能花了接近一个小时嘛 因为大晚上的嘛 兄弟你确定这一个多小时 你都没穿鞋啊 我穿着拖鞋呢 着急嘛 吓我一跳 我鞋都没穿 行 听明白 这次听明白了啊 挺积极的呀 我好不容易给他把药送过去 敲开门 他很生气 冷着脸跟我说 你到现在才来 什么意思呀 那肯定呀 一个多小时呢 我胃疼还好 万一我晕倒了 咋办你不得后悔死啊 那我不是给你去买药去了吗 大半夜的我容易吗我 行行行 你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是装饰公司的设计师嘛 然后他们那个教育机构 正好和我们这边展开一些业务上的合作 然后我就经常去他们那边洽谈业务 然后和他联络就多了一些 然后就约他一起吃个饭啊 然后去逛逛街什么的 一开始我还挺喜欢他的 怎么个喜欢法呢 是不是就喜欢那个甜腻腻这股劲啊 一开始觉得他挺善解人意的啊 也很温柔 对我也蛮上心的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我织了条围巾 当时我很感动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女孩子是 特别公主特别娇气的 时间藏了以后 他就开始圆形毕露了啊 我那怎么叫圆形毕露呢 那我不爱你吗 就因为我爱你 我才叫你一个人爱你呢 而且我都不允许其他人叫小傻瓜 只能让你一个人这样叫我呢 你那是让我叫你小傻瓜吗 你那完全是以小傻瓜的要求 去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我和他一起去逛街 突然逛着逛着他就不走到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鞋带松了 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给他系一下鞋带 我当时就不乐意了 那么多人看着 多难为情啊 那其他人的男朋友 都给他们系鞋带 我就让你系一下呀 可我当时就是不愿意啊 系了吗 后来没办法 我不系他就不走啊 那么多人看着 没办法 只好妥协了 给他把鞋带系了 还有什么是小傻瓜 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 还有我就带着他 和我朋友一起吃饭 然后他想吃皮皮虾 他自己就不愿意剥 然后非要让我 搭着我朋友面给他剥虾 我和我朋友正在喝酒聊着天 没办法呀 我只好给他剥虾 然后我朋友还拿我开玩笑 以后你就给你女朋友 剥虾去吧 不要找我们喝酒聊天了 我都没面子呀 那人家就想吃吗 就让你剥一下 那个很砸手呀 天哪 而且他后来还 越来越喜欢发脾气 给我定了很多的规矩 他给我发微信 我还必须得秒回 回复的信息里面 还得超过二十个字 而且还不能出现 像一些呵呵呀 哈哈呀 一些之类的语气注词 因为他觉得很敷衍 那肯定很敷衍呀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每天都见面 我对你要求 达到二十个字的话 还能连络感情呢 我每天晚上忙得很晚 工作完了以后 还得陪他聊天 我几乎是睁着一只眼 闭着一只眼 和他发微信 等他睡着了 我才能睡 哦 那你要发不到二十个字的微信 他会怎么样 就闹啊 就生气啊 给我打电话 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 这点我还都能忍受 最难以忍受的是 不分场合地跟我耍性子 有一回我正在 和公司里面同事 在那儿加班开会 他发了微信 我没有及时地回复他 然后他的电话 就一个接一个 不停地打进来了 后来我被逼得没办法 就接了电话 我跟他说 我现在正在开会 有什么事情 咱们晚一点说 他那边就不乐意了 瞬间就炸了 那我肯定不乐意了 本来我特高兴地告诉你 我中了大众点评的霸王餐 那可是你呢 你接一个电话 语气那么冷地跟我说 嗯 好 迟到了 你是担心你公司人知道 你有女朋友了 还是怎么回事呀 我那会儿不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我正在开会 你怎么一点都不通行达理呢 后来我为了哄好他 嗯 就带他去吃饭 我问他喜欢吃什么菜 他说随便让我自己点 我就随便点了几样 然后等菜上来以后 说一个没有他想吃的 然后就生气了 我肯定得生气呀 你是我男朋友 我喜欢吃什么你都不知道 那你觉得我拿你 还有什么用呢 我不是把菜单拿给你了 让你自己点自己喜欢吃的嘛 你觉得 你让我那么生气的情况下 我还会点菜吗 天哪 我后来不是又哄你了吗 跟你垂肩啊 揉腿啊 还带你去买口红 自达那以后 咱点餐不都是你自己来点吗 自达他点餐以后 就是我噩梦的开始 为啥 因为他是四川人 比较喜欢吃辣 我是江南这边的 我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口味 他每回点菜都点很多辣的 而且我都吃不了 我没办法 我只能硬着头皮吃 他还说你多吃一点 不要浪费 你就不能点一点 我喜欢吃的清淡一点的菜嘛 可是我就喜欢吃啊 而且你以后还是要和我长期相处下去的呢 你现在为了我改变一下口味 我觉得挺好的 这就是作为男朋友你应该做的事情啊 就因为吃饭这事儿 我经常和他吵架 就是我有点忍受不了他这样子娇气啊 然后闹脾气啊 他还跟你闹过什么脾气啊 每回我们俩约会 他让我去他楼底下 我最起码都要等一个小时以上 而且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 我给他打电话催他快点 他在那边就开始生气了 就开始哭就开始闹 但凡别人能正常迟到个十几二十分钟 我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我每回起码都等你一个小时以上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真的是等得不耐烦了 邝娜不是想要很好看的出现在你面前吗 我选衣服不要时间吗 那化妆也得要时间呀 这也不能怪我呀 这证明我多爱你呢 那你为什么你不能打电话 让我晚来一会儿 你换好衣服了 我再来也行啊 有时候我是提前想好穿上 但当时我又改变主意了 觉得那个不好看呢 那不提这个也罢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和大家在一起 她还经常不分场合地跟我吵架 那会儿我和大家一起去取车 然后在那个停车场 我看见一个新手的女司机 倒了半天车没倒进去 当时我就挺好心地 去帮人家把车倒进去 然后她就当时就不乐意了 说凭什么那么多人不帮 就我去帮人家倒车 然后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开始和我吵和我闹 然后大家全都看着我 搞得我特别尴尬 那个女司机长得那么好看 别人都不帮 凭什么要你去帮啊 那你去帮她就说明 你图谋不轨 你就不应该去帮她 那天情况你也在 你也在现场呀 我去帮她我也没干嘛呀 我只是去帮了一下人家呀 比女司机好看是吗 对 确实比你好看是吧 我觉得还行吗 有你好看吗 有点 有点 我觉得她能够善解人意的话 就应该理解我去助人为乐 因为她也在旁边看着呢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活得好累 只要我手机有微信 有短信有电话进来 她都必须要查看 谁谁谁打过来的 谁谁谁找你干嘛的 不给她 然后她就生气就闹 群女之间 看个手机很正常吗 那我的手机你可随便看啊 那你不给我看的话 就说你心里有鬼 我心里哪有鬼 我心里有鬼 我还带你回家 见我爸妈干嘛 见父母了都 我还带她回家 见我爸妈了 我爸妈好心好意 给她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居然说 没有一个她想吃的 然后居然当着我爸妈的面 还点了一个外卖 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那不是那么全家做的菜 都不可无畏一口吗 你知道我是四川 你知道我喜欢吃辣的 再说了 从小我家里 我爸妈就让我 喜欢吃啥就吃啥 为啥到了你家里 要说你父母的意思啊 而且你知道我吃辣 难道你之前就不应该 告诉你父母 喜欢吃什么吗 这应该是你的错啊 你知道你男朋友 跟你分手吗 姑娘 我不知道 刚才不已经说了吗 但是我没同意啊 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我说 要回去相亲的那件事 那只是我欺你的 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 你拿这个来要挟我 我 我也本来 你分不分手 真分还是假分 你说句实话 我就是想来这边 让大家给我评评礼 原来还不是为了分手 只是评礼 来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小伟是吧 你真的就想评评礼是吗 我想让老师 帮我分析一下 你也是自找的 不用评礼 女孩啊 一开始上来的时候 这样说话呢 软妹子啊 爱撒娇 装可爱 越听越不对劲 你不能拿人家 对你的好 肆无忌惮地去挥霍吧 你撒娇可以 装可爱也没问题 可是最基本的礼貌 或者礼仪 咱们是不是应该懂啊 就是你到人家家 就点外卖这事 最后还能把这个 特别理直气壮地 怪在她的头上 你明天知道 我喜欢吃辣的 你们家都不做这饭 这是你的错呀 那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呢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呢 你嫁到他们家 你就得吃清淡的 你怎么不改变口味 为什么要改变 人家口味迁就你呢 没道理可讲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不能拿 这种撒娇和装可爱 卖萌 当一种女人的资本 你知道吗 如果把这个东西 你当作资本 去来要挟一个男生的话 这就变得自己 特别没有价值 没有地位 把自己放在一个 非常低的位置 先爱自己 先自爱 自尊 好吧 好 谢谢 当你男朋友 对你好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他的心目中 是一个又温柔又体贴的 女性的形象的时候 你任何的小的任性啊 撒娇啊 在他看来都是 特别美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你以同样的方式 在做出一步一步的 欺负人的这种动作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丑 如果说这段恋情当中 双方的价值 你留的只有这种任性 这种不顾对方感受的 这种胡闹 那你就没有任何价值 对方可能一开始 还评评理 对吧 到后来可能就真是 都懒得评理了 直接就分手 所以说 女孩 让我们自己 真正能够值得 对方去爱 并且 持续不断地 发现你的好 去爱你 这种动力是要 从你身上发出的 小伙子 有他的问题 但是你又何尝没有问题呢 你种种的事情 你都做了忍让了 你已经养成了 他这种习惯 说不好听的就是你惯的 再说的难听点 你害了他 因为你在 每一次他触及 你所谓原则 让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表示了接受 其实内心是不甘的 直到他最终触及你的原则 比如说去你们家里 不尊重你的父母 你勃然大怒 你就把他种种 所作所为 你全都抖了出来了 哦 原来你其实心眼 也没有那么大 原来他做的那些小事 你全都给他记下来 请问你当时 为什么不给他指出 为什么不建立一起 你跟他之间 健康的相处模式 所以说你在这件事情 也是有责任的 去看看自己 真正还爱不爱他 有没有值得 你爱的地方 如果有 你要变化你的 跟他相处的模式 这样也是在帮他 就这样 女生哭了是吧 觉得有点委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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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认为你每次一撒娇就能达到目的 是因为他爱你是吧 我跟你说个道理啊 你看看对不对 一起进入真情60年 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有两年了 这两年来时间挺长了 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你也对我很好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不要和我分手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离不开你 真的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能忍的都忍了 我能哄的也都哄了 我实在是被你逼得没办法了 假如说如果今天 你能够和我和好 你能够做出改变 但是你又能改变多少呢 你自己可怕也不那么确定吧 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太累了 放过我吧 你说那是什么呀 妈说送了她的溺爱券 溺爱券是干嘛的 里面就是有亲亲券 和好券和不分手的券 那个券是什么券 和好券 这是和好券是吗 对 只要某一次 如果我生气了的话 她只要马上拿出那一张的话 我就能不生气了 就能够满入她的要求 这好像我印象当中 我们家闺女三四岁时候 过家家玩这个 您多大了 二十四 还玩这个呢 有意思吗 您这娇皮手套什么意思啊 我是希望她 不要像小公主一样地去生活了 应该学会成长 学会自己独立地去做一些事情 你不要跟人分手了 你跟你讲那么多道理干嘛呀 你不是分手了吗 我希望她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好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回吧 来 请关门 请不吝点赞 ou订阅